这半棋讲解是原木求鱼 2013年的德昆杯 亚洲香气个人赛第七轮 徐云川对阵洪志 冠亚军对决 我们来看一下这半棋 中炮对平风马 过河鞠对盘河马 这里红方走的是 拘二平四捉一下 黑方吃一个 红方准备威胁中路 那黑方的话这里也不怕 如果你踩的话 将来这个棋 他可以选择一个飞向 固守 没用 红方掌鞠是一个骗招 你要对鞠 他鞠过来了 这里的话 黑方浑水墨鱼 把炮给踩了 首先瓦解你中路攻势 然后过来吃马 现在如果你踩进来 他会牵住你 所以这个棋 红方简明吃一个 黑方此刻有一个 禁足的手段 非常厉害 但是临场没敢这么下 那么正常向调 这里可以吃双 那么现在过来的话 这儿要注意 黑方如果去打鞠 红方刚好可以对一下 这样的话可以解围 那黑方将徒劳 但是这个棋 你这里虽然杀底是很凶 人家直接可以吃紫 这个棋就很厉害 这儿的话 它底线下底炮 你杀一将它上来 你没有后续手段 但是它下底炮 你却很难招架 这边还杀着炮 所以等你落相的时候 底线就下去了 所以这度棋对杀起来 将来必然是黑方 行事占优 为什么呢 因为黑方此刻多子 你虽然打鞠它退回 只要过来吃炮 一点将你就受不了 所以你必须得对鞠才行 双方换掉一个鞠 现在人家多子 再对你一个鞠 所以这里的话 应该说黑方多子 简明就可以获胜 实际上的话 我们看一下 黑方并没有冲棋足 而是选择直接点鞠 那这一步棋 红方也就浸泡 黑方再过棋足 威力大减 红方双鞠一线 那么这里 黑方正常要补视 那平鞠的话 就把这个足给捉死了 所以有这个足和没这个足 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威胁不到它的马了 这儿的话黑方担心吃相 补一个 红方吃回 至此局面 红方是有利的 黑方现在平鞠 看似要抓炮 其实你也抓不到 因为你这里一抓 人家选择退炮 到这儿 你看似好像有一个打马 实则呢 这个棋 它有一个平鞠牵制 你这里一打马一吃炮 看似要得子 实则呢 它上马 这招棋 你不吃也不行 吃掉以后呢 它弃鞠 如果你吃掉的话 这就是殊败 连杀了 那么你不吃的话 这个琴揪闪 闪开之后呢 红方先来一将 然后呢 平鞠又吃一将 芝士的话 看似要吃一对 好像没骑 这个马可能还要被围死 但是红方这时候 不要先抓饰 先踩相就可以了 踩完之后 杀一将 到这儿以后呢 不要去吃马 如果吃马就僵死了 如果吃鞠的话 就会少子 怎么办呢 鞠二屏 准备了下一步 杀一将再吃他 黑方当然要退回 红方杀一将 有一步平鞠 抓马 黑方退回 在这个局面下 那你虽然说啊 这个棋 多子 但是你受攻呀 对吧 你打鞠 他又闪开了 没有用 随时呢 这个棋还要进鞠 在抓你 那你逃的话 也没用 他就踩掉你 将来你再逃 他再将 再逃的话 现在有一个退鞠啊 准备杀你了 这个时候 如果你正常选择 进炮的话 他一将 这里有一个点将啊 叫杀抽鞠 现在鞠没了 所以你为了保这个鞠啊 你必然会选择一个 进鞠交换 此刻他点一将啊 上去之后 把你马吃掉 等你去吃马的时候 他将来这个棋 可以逃 你吃不到的 比如说 踩你的事啊 你看着好像把马捉死了 其实人家一退去 你根本不敢吃 不然的话 这个棋叫杀抽鞠啊 下来的话 拍你一将啊 进来 到这儿这个棋 这个马也就保住了 正常可以捕食 那么正常这个棋 你要是敢打过去的话 他这里啊 将来就可以出老帅啊 富有解杀还杀的手段 那你再走这个的话 他马一退 鞠马冷招啊 很快就招架不住了 因为走这里的话 他上马 叫杀啊 将军还吃炮 你再逃的话 也来不及 他这边呢 有一个点将啊 顿挫 这个炮还是要丢掉 所以走这儿啊 必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呀 这里鞠四平二 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你这样不行 怎么办呢 进炮啊 这儿的话就回马 现在这个棋啊 走了一个掌鞠 红方捕士抓鞠 黑方就拼鞠吃炮 红方打掉之后 也是巧射一个陷阱 看着好像可以牵制 实际上这个棋 它可以看住 你还是啊 吃不到它 你看似可以踩马 人家可以呢 双鞠啊 就把你炮拉住 这儿这个棋 你要是简单进行交换的话 比如说啊 踩掉 准备踩相威胁他 他简明给你来一个交换 换掉之后 将来就是靠多兵欺负你 上马踩双啊 所以这个棋 你受不了呀 那么最上棋 你牵他肯定牵不住啊 林场的话就先打过来 防止被对方所牵 然后再去牵对方 但是红方这时候 就不让你牵了 红方到这里的话 他很想对居 又怕人家吃炮 将来还是牵住 那么林场就选择了一步上马 这步上马应该说 让自己的局势陷入的不利 这个棋 正确招法应该是先送个兵 让对方吃完之后啊 再去对居 对完之后 红方有利 即便黑方不对 那这个棋也不怕 直接掌局就行了 你打局他抢你兵 最终还是多兵 那你要是退局吃的话 他可以踩你一脚 换掉之后你也没棋 扣住的话准备下不去吃啊 他打掉你 这儿的话这个棋 你虽然说可以进局抓他的马 他这边呢有一个推炮 你只要赶吃 马上有一步啊 出老帅 杀你底次 你逃都逃不了 这里的话强行杀进来 你还不敢吃啊 那么你躲的话 这儿又是一箱 你还得选择颠炮 但是这个棋你也跑不了 拒四推硬砍中式杀 如果你飞下的话 就炮平溜 再砍你的炮杀 你退局看炮马丢了 你走马的话 这个棋也不行 杀掉你啊 将来你炮将 他反将你 所以你得选择过来对 你一对推 踩拒拒 你一吃 跳马也将不拒丑了 所以这个棋发展下去 也是一个竖棋啊 所以到这儿 我们可以明确的感觉到 先送兵再对局啊 红方有力 实际上红方走的是上马 结果给了黑方机会 上马 这儿红方冲兵 黑方就切入 红方过来一吃 黑方到这里啊 马三金四就非常厉害 硬吃你中相 你怎么解这个棋 确实不好解 首先这个棋 你吃他马 肯定不行 他打你去叫人闷 你不管怎么平兵 到这儿硬把局给打死 所以这个套路太深呀 到这儿以后 你看似好像平局 可以吃对方 但是他这里平炮打你 还是利用你 你敢走兵 他就拘二平三杀你 你只能飞向 到这儿他气死 然后有一招先气后取 底线叫闷 你吃炮 他弹子炮 你还得挡 挡住之后吃掉你 这里还有一个炮打边兵啊 手段很犀利 这里一捉 如果你要是下底炮 可能捉死你 那你退一步 退一步的话 他炮进一步 总变中间一将抽你拘啊 你这里还没法走啊 你要敢知识的话 他这个一将呀 就把拘给抽了 所以到这儿呀 套路实在太深 如果说你退拘 那这里肯定是 双拘给你吃光了 所以这儿你肯定要输气 刚才说到啊 点将不能退拘 就只有上 那拘到底线端死 只能拘到边线去啊 将军之后就可以呢 破释 到这儿他推炮的意思在于啊 将军你过来 我得抽你拘啊 所以这炮一将 打着拘 你就上 然后呢 这个棋呀 他就可以将军 你敢对拘将死 你不对拘的话 这儿一将 又把马吃了 所以一会儿会吃光啊 所以这个棋太狠了 那可见到这儿以后 确实是不好下 一招棋上马 就可以点到对方要害 结果红智来了个棋子攻杀 那许云川也是向调 到这儿啊 棋子有点过于着急啊 看着吃马 红方纵身切入 因为你这里啊 将军他可以退军 没有杀棋 所以呢 现在他准备上马反杀你 到这儿的话 黑方先吃一个 他是想骗对方啊 那么现在你将是将不死的 给你吃个炮吧 红方也就吃个炮 那黑方选择是狙到底线将 这里的话 他就选择给你对一下 这儿一多七少 对方不肯退回想吃炮 加以利用 红方此时回马就复有杀棋 黑方为了解杀 你选知识 红方顺时下敌炮 复有狙杀敌识 那么这里啊 黑方就有退回 红方突然炮退回 此时呢 黑方狙起平五 准备来一招啊 这个狙八进八 复有一个下敌炮偷杀 那红方直接就 选择推到底线 守住 不给任何机会 到这儿 黑方选择是进狙 和炮拦住 那接下来这棋啊 找机会想过来吃马 红方直接砍住 那黑方这棋 选择是炮进一步 想找机会啊 这个狙吃中兵啊 中间将军 那么此时啊 对方就回马 他守住不让你吃中兵 那你狙走开也没用呀 现在黑方选择飞向 顶住 不给红方上马的机会 此时呢 那红方小兵就可以抓市 这里落市之后继续下 连看逼临城下 那么黑方赶快平狙过来防守 这儿的话 这个棋 红方选择是一个炮一进武 准备呢 随时啊 这个狙过来配合对炮 做杀 那黑方也顾不了这么多 先吃啊 红方这里直接来一个弃狙结尾 希望呢 以多其少 此时呢 红方啊 逼着黑方表态 黑方中间一将 这儿置个市 所以到这里的话 再来一将 想隔断 隔断的话 不隔市 到这里 你还是不能吃马 你得吃鞠才行 你吃鞠他才鞠 所以黑方也是无奈 将军之后呢 最终还是换掉 换之后就少子 结果到这里的话 红方看中马 现在黑方没齐了 这儿想退回防守 红方就平兵 退回之后 想到中间吃马 人家捕适 那么落相的话 到这里 选择平鞠过来 吃炮 平炮 他得手入底线才行 进鞠就吃炮 给你换 黑方的这个棋平开 这儿的话 选择一个回马 然后这个棋啊 选择是捉 但是你不能长捉呀 最终这个棋选择落相 红方顺势砍一将 这样我炮吃掉了 到这里 红志只好认输 徐云川获胜